我們現在就在港澳客運碼頭上船去澳門 現在就下船去乘澳門威尼斯人酒店保長車 來到坦仔救城區 我們就馬上去吃大利來記豬扒包 因為大利來記豬扒包最近 豬扒包其實是來自葡萄牙 而葡萄牙做法跟澳門有點不同 因為跟澳門比較相似的豬扒包 他們的煮法有點不同 葡式豬扒多數以番茄、洋蔥 和酒煮成的醬盤煎熟 至於澳門飯就會加季汁、洋蔥、沙律醬和番茄 包香軟而不失彈性 包面有牛油 但是豬扒包快豬扒有骨 豬扒出奇地被包大 豬扒不會太乾 濕潤的程度剛剛好 脂肪不多所以不會油膩 54元的價錢有點貴 不過整體值得一試 那我們現在來到波爾圖了 波爾圖環境不錯 布置也很有葡萄牙色彩 今天我們來試試波爾圖獨有的 鹹豬手沙律 這個沙律跟平時外出吃的不同 外出的沙律可能放到淋了 這個沙律會有爽脆的感覺 還有它有些汁 它是加了橄欖油和醋的 令到它的菜有種橄欖的香味 它的肉跟平時鹹豬手的不同 它是切得比較薄 但是它可以保留到原先的肉的香味 現在我們來試試這個很出名的葡萄魚豬飯 這個葡萄魚豬飯可以吃得出 是加了黑胡椒和百里香去醃 而且據我所知它也加了大蒜環 橄欖油去做醃製 所以就為這個葡萄魚豬 加多了一層香味一層層次在上面 它的肉其實有些位置比較多脂肪 所以會有一種油香味 它的肉也會煮得很乾 其實是很濕潤的 對於中式魚豬 因為中式魚豬它著重的是麻皮 它的肉通常都會比較乾 它的脂肪也會一層比較油膩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是比較喜歡葡萄魚豬 因為葡萄魚豬和西白魚豬 其實它們的味道也是差不多 但是它們的食法是很不同的 西白蘭魚豬是會用餐碟去切開魚豬 去表示魚豬的嫩 焗起的脆和它的嫩滑 它們用餐碟切完之後 它們就要丟爛的餐碟 這是西白蘭魚豬和葡萄魚豬的很大分別 而這兩種魚豬 這兩種地塊的魚豬 其實用的都是用灌藥的魚豬 魚豬都是尾斷奶的 講到這裡就要講一下澳門的歷史了 澳門由1557年開始被葡萄牙統治了446年 直到1999年回歸中國 所以很多東西都無法查證 雖然是這樣 葡萄牙對澳門的影響 並沒有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大 不過葡萄牙對澳門都有不少影響 例如食物和建築 在食物方面 就有我們吃過的葡萄魚豬 豬扒包 還有馬隔休和非洲雞 而建築方面 觀雅街亦都是一個相當好的例子 將葡萄牙的建築風格保留 在1961年 葡萄牙將澳門定為旅遊區 將賭博合法化 亦都是因爲這樣 澳門的博彩葉才可以發展得更蓬勃 亦帶動澳門的旅遊業 玩了一整天 終於要回香港了 唉 有點不捨得澳門 不過離別 就是為了更好的重逢 期待下次再來回澳門